你好,NOW TV 首先想問一下垃圾徵費 因為其實看到早前的試行計劃 只有兩至五成的住宅和大廈 是用指定垃圾袋 其實看到這個計劃只有14個地點 現在試行 但是參與度也不是很高 也有不少聲音 覺得現在香港是 未準備好推行的一個垃圾徵費 有些立法會議員也不支持 政府會不會考慮擱置這個計劃呢? 怎樣可以說服到市民呢? 會不會擔心到時被外界覺得 硬推這個垃圾徵費計劃 造成亂象呢? 第二就是想問一下 自己本身的特首辦 有沒有用指定垃圾袋 參與這個計劃呢? 如果有的話 你自己覺得成效是怎樣? 沒有的話 原因又是什麼呢? 另外想問一下旅遊那裡 因為看到復活和清明折嫁 其實港人的不常潮都是持續的 但是有很多餐飲業都說 生意都慘淡了 很多店舖都倒閉了 政府會不會繼續推出一些措施 去吸引香港人流港消費呢? 還有未來的維港每月煙火會演 甚至剛才也有提到 播映巴黎奧運的活動 你覺得會不會吸引更多的海外旅客來香港呢? 謝謝你一連傳的問題 請特首回答吧 麻煩你 首先講一下垃圾收費 我們都很清楚告訴大家 垃圾徵費是法律來的 已經是香港的法律 我們現在在考慮去推行這個法律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進行 所以用了先行先事的計劃 我們希望從中去理解一下 深入去聽一下意見 在我們去推行這個法律 我們實際的推展情況應該怎樣做 剛剛就是經過了一星期的 先行先事的實踐 我們看到有不同的數據正在收集中 包括參與率的比例 還有有沒有實際可以令到市民的 處理垃圾的習慣改變 從而我們最希望是減少垃圾的 我們的目的不是用來收費的 那我們是選了不同類型的地點 是因為他們代表不同的一些類別和元素 包括有公共屋邨 包括有商業機構有食肆 有政府的機構 也都有一些院舍 不同的行業它涉及的問題當然都不同 我們都希望在先行先事裏面 除了是針對垃圾的生產者 即是市民以外 我們都希望看一下在服務行業裏面 包括我們處理清潔的一些前線員工 我們的物業管理公司 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是甚麼 我們因為整個先行先事計劃 只是做了一個星期 我們會通過我們的實踐所收集的數據 也都會去徵詢一下參與者的意見 我們會做問卷 也都會問一下其他不同界別的人士的意見 立法會議員的意見當然我們都會充分考慮 在這個階段我認為我們應該給我們的先行先事 認真去落實進行 之後我們總結了所有數據 經驗和分析之後 再做下一步的部署 我們當然會向市民講得很清楚 我們在收集數據和部署方面 最後的決定和做法是怎樣的 因為今次的垃圾徵費是會涉及廣泛地 所有香港的市民的 我們會小心行事 也都一定會聽取不同界別的意見 但是環保的概念我們一定是支持的 我們現在在落實這個法律的執行 看看我們執行的過程 我們的步伐 我們和真真正正正推進的時間 以及裡面的內涵是會怎樣的 還有要考慮一下整體我們的配套 是怎樣去配合我們整個 政府很多 很多樓宇都是按它的量來收費的 即是按它的重量來收費的 所以收費的計劃 除了一般用垃圾袋 還是另一部分 就是按整體的量去做垃圾徵費的 所以政府很多的樓宇都是按整體的量去做垃圾徵費的 這個亦都是和其他有一些單位按量而收費的 是一致的 所以在我們特首辦 不是用垃圾袋收費的模式去處理這次的 我們減少垃圾生產的計劃的 另外是我們有不同的行業 在我們整體的經濟發展裡面 有一些是會發展得好 有一些是可能是模式轉型 是會需要他們可能轉變一些模式 而營運的 那我相信所有的經營者 對於香港在不同階段 在過去我們的香港歷史的不同階段轉型 都是可以面對到轉型 而需要變更 這個經驗 香港人是有的 如果我們看香港整體的經濟情況 我們剛剛宣布的上年的整體經濟 是有大約3.2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 即是從宏觀來說 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都是正面的 例如我們預測 我們將來的經濟增長 就是由2.5至3.5中間之間去徘徊 所以從宏觀的角度 香港的經濟都是不斷發展著 跟其他大的一些經濟體 發展步伐我覺得是類似的 當然在微觀裡面不同的行業 它受了不同的經營模式 或者消費模式的轉變 甚至是市民生活方式 以及旅遊方式的轉變 是會有受到一些需要 改變自己經營模式的一些措施要落實 剛才我在整體發言裡面都說了 我很高興看到不同的行業的一些經營者 都是很掌握到這個轉變的現實 也都香港人一向在經濟轉型 或者在行業的轉變的過程裡面 都是可以應付到 從而有更新的動力 以及更新的成功經營模式 我們也舉了一些例子 在不同的行業在轉變裡面 創出他們的新天地 我會相信個別的行業 也都會應運而考慮出一些新的吸引力 以及新的競爭點去吸引不同的人士 當然在旅客增加方面 我們是不斷做工作的 我們跟中央不同的溝通 在怎樣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 國家的什麼政策 包括在旅遊方面 甚至在一些經濟支援的措施方面 我們是跟國家的溝通順暢的 當然我們不同的措施 都需要經過研究 也都需要經過一些程序的考慮 都有任何的措施要宣佈 我們會第一時間宣佈的 旅遊發展局方面 是做大量的工作 所以不斷引入一些新的吸引點 剛才說除了一些新的路線 新的一些元素 以一些舊的形式 加入一些新氣象 又有舊又有新 兩者共一一路 這些不斷創新的一些做法 我是很肯定和鼓勵的 而是用不同的方式 包括無人機 甚至例如我們將會在五一 黃金周的時候 會播放煙火 去吸引旅客 這些我們都會做的 但是我覺得 政府是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 也都要靠業界和經營者 利用這些機遇 去開創自己的營商利益 這方面我是有信心 例如剛才我說過 七人攬球賽 酒吧以外 其他的食肆 都引誘了一些特別的優惠 亦都吸引了不同的消費者 亦都滿意生意的增長 所以我對於香港人的靈活變通 是有信心的 最重要 我們是明白 時間 時代是不斷轉變的 雖然宏觀上 香港的經濟 亦都會不斷發展 但是未… 最後一位記者提問 左邊後排 白色心女記者 麻煩你 首早晨 升到日報 首先想問 剛才提到 巴黎奧運的轉播權 今年跟東京的時候 奧運有點不同 就是時差問題 我們跟巴黎有六至七個小時的時差 令賽事有機會 不是黃金時間 政府考慮這個轉播權的時候 如何去評估 情況收益 或者市民的熱烈程度 能夠跟奧運的時候 東京奧運可以匹比得到 效益會否造成浪費 做不到預期的效果 以及第二次再購入的時候 會否日後都行常化 繼續買奧運的轉播權 第二就是剛才特首都提了很多 上個月舉辦的盛事 也有今個月的七攬 剛剛完成 但是上個月初 其實還有一個 戈爾夫球的巡迴賽 高球會 昨天都分享了他們 扮巡迴賽的經驗 覺得很可惜 有些比賽太接近做不到 因為少了32公頃的地 政府會否因為這些盛事 重新去考慮那裡的佈局 以及你自己怎麼看 這場盛事對香港 有沒有帶來經濟效益 麻煩你 每一次的奧運活動 所帶來的 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都不一樣 我同意的 例如在時間方面 和東京奧運是有個差異 但是最主要我考慮一樣 就是 如果我們不做這個播映 它所帶來的負面效果 和我現在做這個播映 所帶來的正面效果 如何比較 而且是否民有所值 上次的東京奧運 大家看到 是有很大的 社會證明效果的 這個是難得的 也是因為奧運 上次在東京奧運播映之後 社會在這方面的追求 和期望是更大的 因為大家經歷過一個 大家都覺得很喜悅 很舒暢的 一個東京奧運之後 我相信對巴黎奧運都有期望 在時間差方面 的確是沒有東京奧運 這麼容易讓我們推廣 但我覺得都有很多方法 因為如果涉及一些大賽 我相信很多 例如世界盃的球迷 大家都用自己的方法 自己找些時間 就算有時差 都會很積極參與 是看職場的 另外我們的一些安排 和電視台 是說明要做一些推廣節目的 這些推廣節目 當時就是在我們平常 日常的時候 會播放 亦都會在我們即時 和之後 亦都會播放一些賽事的 所以呢 最主要就是 我們香港市民 有機會看到 而真真正正 我相信是涉及我們的運動員 所參與的 尤其是一些決賽賽事 我想不同的市民 都會找自己的方法去看 在政府的角度 就是 我盡量將這個機會 是交給大家 給大家看 還有呢 我們是 真真正的民族所席 剛才我講過 我們所要給的費用 都給過往 無論是東京奧運 又或者當商業機構 要去投得的時候的費用 都是低的 另外呢 就是 我們是相信 和不同的電視台 合作裡面 我們會有指定 它最少會做多少小時 的一些播放 以及最少有多少的節目 所以包括賽事和節目 都會確保市民可以看到的 當然 我們還會考慮 例如用其他媒體 包括社交媒體 去再推動這件事 這個呢 上次東京奧運 可能就沒有這個做法 這次呢 我們是會在這方面 充分考慮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 盡量將所有的效果 推到最高 有不同的領域 我們是要有創新的做法 我相信 電視台 和我們的同事 都會盡量想的 另外 我們不是打算去改變了 一些商業機構 在競頭 不同運動會的 那這個也都是 很早作了決定的 一個做法 就是高球會 三十月公頃 就要交人給政府 而這三十月公頃 交人給政府 政府都容許 有大型賽事的時候 主辦方 包括高球會 都可以借用這三十月公頃的 我們會絕對配合 充足的時間 給他們去做任何的安排 我當然是很恭賀 剛剛主辦的 Lift Golf 很成功的賽事 我亦都看到 我們這次在Lift Golf 的賽事裏面 我們那三十月公頃 都是很順暢的 使主辦單位 可以利用這三十月公頃 作為一些後勤和支援 設施的提供 在這方面的運作 我們看到 成功的Lift Golf 的活動 是不被 我們這三十月公頃 收回政府的場地所影響的 我相信 他們都可以繼續辦好 一些大型的高月呼球的運動 當然 整體的運動活動 特區政府都是支持的 所以我們是做一切的協助 去讓這次Lift Golf 成功的一個成會 在香港舉辦 在我們公佈的政府立場 都是清晰的 我們三十月公頃的土地 我們原本建一萬二千個公共房屋 現在是因為橫平的 受到挑戰 而我們決定了 在建屋的密度方面 是會再研究的 即是說 在密度的減低之下 相應的建造的房屋單位一定是少了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亦都有一個司法覆核的訴訟 在五月舉行 所以我們都是安步就班去處理這件事 希望大家明白政府在這方面的立場 HELLO 1 2 1 2 1 1 2 1 1 1 2 2 优优优独播剧场—— launched a testing scheme to test its implementation at 14 locations, compris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government buildings, commercial buildings, catering businesses, care homes, and also public estates. The purpose is to collect the data as to the participation rate. The overall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steps t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f we are to take forward the waste charging scheme. We are serious about doing this test to ensure that we have collected sufficient data to let us decide how to take it forward. We will be collecting views from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different sectors. Of course, we will listen to opinions of the public because the waste charging scheme is going to affect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7.5 million. Everybody, of course, will have their own opinion about the waste charging scheme, it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ts pace, and also the peripheral facilitating supporting facilities that need to go hand in hand. So we will be listening to views. Legislators' opinions are also important because they do represent a lot of citizens. But everybody has their own opinions. But everybody has their own opinions. But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remains clear. We want to ensure that we apprehend and comprehend the real situation fully so that we decide the way forward. We will announce our decision once we have come to that stage. We have already indicated that by maybe May or June, we will be making that decision and making an announcement. So I think we should give time to this trial scheme and do contribute your opinions. We are happy to listen to all the possible views and eventually take every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as to decide what we will do in the next step. Regarding patriotic…